这些烧烤是我今年吃到过最好吃的烧烤 哥 我这有多少钱 25 感觉甘肃的食物都非常的大方 谁懂这一口的痕迹量 欢迎大家来进去玩 欢迎大家来监视 来监视 哈喽大家好 我是橘子 感觉好久没有吃烧烤了 不管是不是出差都阻挡不了我想吃烧烤的军心 好多小朋友都放学了 今天去吃一家无名烧烤 没有名字的餐厅 口感都不赖 你好 哥 方便拍摄吗 店呐 哦 好的 哥 这个是什么酱呀 辣椒酱 白串净 红串粗 吃这么辣吗 哥 这是你们家特色还是定期的烧烤都是这样子 特色 莫名还挺好看的 看大家点的 我前前拿了一点 现在看还是白兮兮的 马上就是红灿灿的 然后我再加一个烤烧饼 跟你们家辣子辣 这个不添辣 满满一大盘可香了 每回来甘肃必喝的奶茶 跟我脸的对比 超级好喝 对哥 我这多少钱 还买了洋芋片和豆皮 尝一下这个洋芋片 好好吃 吃起来是脆脆的 酸辣扣的 切得很薄很薄 这是我第一次吃 洋芋片片 感觉来定期 就是要不停地吃土豆 烧烤我也点了三块土豆 西之庙 我以前居家吃播的时候 还做过这个呢 在网上买 这庙是酸辣扣的 好鸡血 咱们家的豆皮也是一卷 感觉甘肃的食物都非常的大方 这么大片 很嫩的 很好吃 大小姐家道 不通闪开 主角登场啦 我真的第一次见到 这样子的烧烤做法 现在尝个激励 超好吃 不知道是因为我太久没吃烧烤了 反正因为 他们家的烧烤真的很好吃 香豆腐 这东西在我们杭州真的很少见 我上一次吃 感觉还是在成都 他们那边做这个也很好吃 我真的很香 感觉碳烤的烧烤 就是有一股 厚的碳味 很过瘾 这些串都是先刷过一遍酱 然后它就变红 然后再碳烤 我也太会找餐厅了吧 南瓜饼 好多年没吃这个了 它里面还有馅 一点点的红豆馅 但是你是本地的吗 不是 你说一个 欢迎大家来添水网 欢迎大家来添水 来添水 哦不对 不是添水 不是 不是不是定西的 欢迎大家来添水 吃福米首课 没得黑啊 万福迪恨 添水会的啊 你是什么地方的 我杭州的 好准着 嗯 吃货的执念 嗯 带不下吃 比较好 对 厨长 谁懂这一口的含金量 我就看到这个 在外的定西朋友 不好意思 好吃 土豆的香味很浓 大哥拜拜 定西的洋鱼蛋的 做啥都好吃 超级无敌巨大的烧饼 这个是叫烧饼吗 烤饼 烤饼 这烤饼多少钱一个 两块钱 两块 比脸还大的烤饼 两块钱 果太香了 这烧饼也是到 辣油里面去浸过的 白烧饼进 红烧饼出 直接上手吧 真的很香 一般叫无名的 口感都非常好吃 就像成都的无名冒菜 永远在排队 棒了 金针菇 哇 金针菇是 真的很带 鸡肉肠 还有热狗 狗 花刀吃得特别深 可以烤得特别入味 许多烤饼 拉丝豆腐 一块钱一块 我发现定期的出租车也很便宜 让我过来4公里 就花了7块钱 有时候你们会私信说 谢谢橘子推广你们的家乡 但其实对于我来讲 很多其实是相互成就 那种跨越很多公里 然后吃到不一样的美食的感觉 真的让我很满足 这个拉丝豆腐感觉很像手风琴 我感觉这些烧烤是我今年吃到过最好吃的烧烤 剩下的回去路上慢慢喝了 好了那今天视频就到这边结束了 我们看到这里大家要给橘子 点赞评论食堂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点好吃饭 点开心 散会